KPL新瓜曝光太炸脸 九尾发文引泪目 九成回应太扎心 猫神放烟雾 AG不适合用辅助中单打法 最适合的是狼队 但感觉长生跟忠义都很想尝试 一诺跟轩然就难受了 伴随着KPL季后赛进入第三轮 很多支队伍被淘汰出局 自然就有新瓜曝光 首先是年总 会有多支队伍有巨大变动 比如张角官宣离职 并且下加是涛博 其次SK确定即将回归 一下子就成为热门教练 打野小翼或小翼明年不打了 这里面第八条说的是 九尾想要退役 可信度过一半 因为九尾发文职业迷茫 九成的回应太扎心 是辅助装让你迷茫吗 中单完牛魔算了 实际上九尾就是迷茫 是否继续打职业 心态上面明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感觉九尾大概率会继续打 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 就看老干爹下赛季能否崛起了 然后猫神放烟雾 DRG跟TTG都吃了辅助中单的亏 他觉得这打法不适合AG 更适合狼队 因为AG是靠中野带节奏的 并且渲染的个人能力不差 这赛季变得更猛了 完全放弃编路的打法 不能说不适合AG 只能说没必要应用 拙劣的模仿有点把自己玩进去的TTG 而且TTG根本就不适合这套打法 有的队伍合适 我觉得狼队是最适合这套打法的 但TTG真的不适合 我们也不适合 我们的中央 中野是要带节奏的 最后就是朱亨却有不同的看法 辅助中单的打法最适合AG跟KSG 因为这个打法需要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并且不掉点的同时还能有节奏 毕竟这两支队伍的失误很少 选手之间的配合也属于顶尖 你这么玩要每一点都做得很好 不掉点还要有节奏 我觉得对TTG来讲很有意思 你觉得这么玩就是 AG、KSG能这么玩 现在所有的队伍里面 你说谁能这么玩 AG、KSG这么玩 我还是觉得能玩的 要玩的很 就是失误要比较少 失误要少 这么玩失误要少 然后打野要很厉害 打野要很厉害 其他位置还能抗压 很难的 不是啊 你其他位置能扛得住啊 你其他位置不能失误啊 你其他位置不能失误啊 限制留雅典娜巨客 这个 巨客这个玩法 因为美国中线 这个打野都要过 所以表野会被雅典娜通过 限制留雅典娜巨客 这个打野 总的来说 九尾退役可能性不太大 过段时间想清楚就好了 至于辅助中单的打法 AG要是拿出来用 中益跟长生最开心 毕竟长生也说出 宝石经济会更高 中益则是完全成为了大哥 轩染跟伊诺就比较难受 前期就需要特别稳 另外就是某鱼的 KPL预测 目前已经淘汰了 即可参与 预测失败的 也可以拉一个新用户复活 并且季后赛接近尾声 全队瓜分10万的机会特别大 最后大家预测的是 谁能夺冠呢 个人更看好 AG能夺冠